嗨大家好,我是Waze频道的Yuki 今天想分享的电影叫《小夫人》 讲述十九世纪马其家四姐妹的成长故事 如何在男权女辈的社会活出不一样的人生 电影改编自具有150年历史的世界名著《小夫人》 故事开始,马其家唯一的男人 在南北战乱的时代跟大多数男人一样 肩负起康腔打仗的重任 所以家里只剩下母亲和四位女儿相依为名 虽然常常需要为生计发愁 但日子还是一样需要过 四姐妹都在苦中作乐 新的一年即将到来 女主乔与大姐梅格参与新年的派对 梅格是位温柔,漂亮,而且拥有女人味 热爱演戏是四姐妹中颜值最高的一位 所以时常叫不爱被拘束的妹妹 要向大家跪休,注意细节 但乔不小心烧化了裙子 害怕被人看见会笑话她 就躲在人烟细小的地方 此时撞到了老李 老李是老伦斯家族的富家公子 刚好就住在马奇家隔壁 两人无所不谈 老李就邀请乔跳舞 乔就堂摆了她的穷劲 老李没嘲笑她 还跟她跳起舞来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梅格不小心留到了脚隔 所以被拨要提早回家 幸好老李开马车送她们 梅格才不至于那么艰辛才回到家 所以马奇家很赶进老李的慷慨解囊 老李在离开的时候还看着桥 对她念念不忘 此时开始老李就爱上了桥 只是桥不知道 时间来到了圣诞节 虽然父亲无法回来团聚 是姐妹在思念的日子 聊起未来的去向 梅格想找个有钱人结婚生子 从此过着饭来张口 一来伸手的日子 可以说她就是那个年代的代表人物 老妖艾米想成为有名的画家 而桥酷爱谁小说 立志成为一名作家 玩家把大餐煮好了 四姐妹晚上也准备好节目 要好好度过这个孤独 又温馨的圣诞节 当母亲回到家后 看到一家人很开心 但是刚刚看到 隔壁的亨美尔家很可怜 一个母亲要养五个子女 过着三餐不计的日子 这时母亲提议把丰盛的大餐 送给亨美尔一家 四姐妹虽然有点不死 即使自己还饿着肚子 还是善良的把大餐送给邻居太太 让赫美尔一家在这个大日子 不用挨饿 马其家这个善举被牢里看见了 也把丰盛的食物送到马其家 所谓好人有好报 十九世纪的人们 生活虽然贫苦 却依然保持着真诚 善良 乐观的生活状态 所以马其一家在这个美好的日子 也开开心心的度过了 艾米是马其家年级最小的女儿 身性比较较慢任性 也是十足的小细精 她为了接近老李 特意弄上自己 老李发现了艾米受伤了 就帮她包扎好 还通知邻居马其家 经过这次的遭遇 把原本没什么来往的两家人 变成了好朋友 甚至是姐妹玩游戏 也多了一位老李 老李在一次游戏中 送给四姐妹信向的琐石 正在后面 满下了伏笔 有一天约翰 老李的家庭教师 于老李约了梅格和乔去看舞台剧 艾米看到姐姐们要出去 所以不想待在家 乔知道约翰与梅格两人都有暧昧之心 为了不要让别人抢走她的家人 乔已经没这个好心情照顾艾米 所以依然决然不带上艾米 气氛的艾米见乔没能满足她的要求 她一气之下 偷偷找到乔刚完成的书稿 一把火把她烧成灰烬 当梅格与乔看完表演回到家 乔心刚才了第一时间 想与家人分享自己的作品 当时当然知道 艾米烧毁了她偶心力学的小说 气得说出这一辈子都不想理会艾米了 平时马其家四姐妹都会吵乔闹闹 打来打去 但都不会生气彼此 没想到这次艾米却伤透了乔的心 所以艾米跟乔道歉 乔还是无法原谅她 因为小说就是她的命根子 谁毁了她都无法原谅 第二天在吃早餐的时候 艾米当好像没发生什么事情一样 特地坐在乔旁边 乔直接怒气冲冲的起身远离她 此时牢铃又来找乔去溜冰 艾米又想和他们一起去 乔不想理会她 快快乱在牢里走人 没想到跟屁从艾米 在溜冰的时候 一不小心就跌进了湖水里 当乔听到艾米的喊叫声 直到艾米出事了 第一时间与牢里把艾米救了上来 乔非常的智责 如果不发脾气 就不会害到艾米受伤 梅格为了改善家里的经济问题 去到了上流社会的派对 希望找任意的有钱的金龟婿 当了她把自己打扮得精致无比 却遇见了牢里 牢里就点醒了梅格 爱你所爱 行你所行 听从你心 所以梅格选择了离开 马其家三女儿被诗 非常喜欢弹钢琴 还很有天赋 才华是是姐妹中最出众的 家里没钢琴 都会去牢里家弹钢琴 夏天已到来 四姐妹与牢里一起来到海滩玩耍 牢里也带上了约翰 和富二代沃恩 艾米也有机会认识了沃恩 承诺有一天会去寻找她 梅格当然跟所爱的约翰谈约爱 乔就跟牢里在沙滩玩耍 但是艾米也偷偷地在画着牢里的肖像 就这样大家度过了美好的夏天 另一边 母亲收到老公的来信 得知老公得了重病 需要人照顾 所以急冲冲地回到家 告诉了女儿们 因为家里没多余的钱买车票 所以母亲只好叫乔 去和有钱的婶婶借钱 但是沈沈是位非常孤僻的老人 而且脾气有点古怪 所以乔不想看沈沈的脸色 就擅自把头发卖给了理发店 到了晚上 乔还为自己多年留的头发 伤心了起来 约翰也想为马其家做点事情 所以陪同母亲启程 过了不久 约翰就自信来报平安 卑士虽然性格比较内向 但心地非常的善良 反正有空就想去探望赫美尔一家 但是姐妹们都在各忙各的 所以贝斯为了感谢老人师先生 老里的爷爷 让他在他家弹钢琴 就把亲手缝制的布鞋送给了他 之后去找赫美尔一家送点食物 贝斯回到家后 发现老人师先生竟然送他钢琴 他激动地赶到去老人师先生的家 给他感激的拥抱 老人师先生发现贝斯在发烧 所以请了医生帮贝斯看病 才得知贝斯患上了兴红乐 原来赫美尔家患上了兴红乐 所以贝斯在探望他们的时候被感染了 梅格与乔曾经得过兴红乐 所以不怕再度感染 只有艾米避免感染 要去到马其生生家 赞助一段时间 虽然艾米不是很愿意去 但也别无他法 马其生生也灌输了艾米一些影响以后的观念 马其一家贫穷 梅格爱上了贫穷的家叫约翰 乔日爱自由 不只望他能嫁得出去 而贝斯身体虚弱 而且还患上病 现在只是嫁艾米嫁给有钱人 才能改变家族的命运 贝斯的病情乐乐严重 没办法之下只好通知了母亲 乔生怕会失去这个妹妹 所以乐业所在床前照顾她 有一天 乔满男从睡梦中惊醒 发现贝斯已经不在床上 生怕贝斯死了 他慌慌张张地跑下楼梯 看到了坐在餐桌上的母亲和贝斯 激动而喜悦地冲上去 抱住了两人 一年即将过去了 圣诞节又来了 今年是比较开心的一年 父亲已经康复了 与约翰一同回到家中 梅格答应约翰的求婚 两人即将结婚了 乔不想叫人离开家里 所以叫梅格逃婚 但人总会长大的 要过自己的人生 只是乔还活在不想长大中 梅格布鲁人婚宴的殿堂 乔才慢慢地接受了这个事实 马其森森即将去到欧洲旅行 艾米获得神神的喜爱 所以带上了艾米 一边旅行一边学习绘画 因为他明白自己该为这个家做点改变 乔见身边的人一个个的离去 老李趁机向乔求婚 乔不想改变与老李的感情 也不愿意被婚姻所束缚 所以当面拒绝了老李 但告别失败后 两人不患而上 之后再也没联系了 乔不知如何面对老李 所以一个人去到了纽约的城市 一边教补习帮补家用 一边继续完成小时候的梦想 成为小说家 也在教补习的时候认识了对乔 影响深远的佛里德里西博士 在乔不断地努力不屑下 把小说写完了 交给了出版社 因为乔写的小说都是战争的题材 而且里面还有很多大道理 所以出版社把大部分的内容都去掉 连佣金也少了许多 在那个年代 人们经历可怕的战争 所以更加需要欢乐 弗里德里西对乔有好感 知道乔喜欢写小说 却送了莎士比亚的书 这就影响后来的乔写出小夫人的这本书 乔与弗里德里西不断的深交 乔却拿出自己曾经写过的小说给她看 想得到她的赞美 没想到弗里德里西直接批评乔的小说写得不好 乔接受不到这样的事实 所以两人不患而善 乔也放弃了学小说 另一边 每个嫁给了约翰生活过得很苦 想买好一点的布料都买不起 而且常问一点钱闹得很不愉快 只能说每一天都在生存 没了生活 而艾米在与省省旅行顺便学习画画 乔遇了劳理 一番打招呼后 艾米约了劳理去新年的派对 劳理迟到这还不用紧 还带着其他的女人 劳理以为艾米一定要嫁给沃恩 其实这个时候没有 所以为了弃艾米 特地在新年派对 搬成花花公子的模样 劳理知道艾米在哪里上课 所以特地去找她 因为艾米觉得对画画没什么天赋 想放弃了 只想嫁给有钱人就算了 劳理就请求艾米帮她画最后一张肖像 这种小事 当人一口答应了 此时 当初劳理介绍的富二代沃恩 来接走艾米 原来两人已经准备结婚了 这时才是真的要嫁给沃恩了 艾米帮劳理画肖像 当肖像画完之后 给劳理看时 劳理发现有多一张自己的肖像 所以追问艾米 才得知艾米七年前就爱上了她 这时劳理就叫艾米不要和沃恩结婚 因为劳理也是爱着她的 但是艾米觉得劳理追不到乔 才选择了她 所以拒绝了劳理 而当沃恩向艾米求婚时 艾米还是选择了拒绝 劳理知道后直接一个吻 决定了两人的关系 乔回到了自己的老家 有时间都陪着贝斯 虽然贝斯病情已经康复了 但是身体还是很虚弱 贝斯得知乔放弃了写小说 所以贝斯请求乔为他写最后一本小说 乔只用沉默答应了这个事情 再一次乔陪着贝斯睡觉醒来时 这次不像当年 跟妈妈坐在餐桌聊天 而是离开了人间 当贝斯办完了仗以后 母亲有时间跟乔聊聊心事 乔觉得自己很孤独 后悔当初为什么拒绝了劳理 所以写信向老李告白 放进儿时的信箱 希望老李会看得见 来找回他 乔不知过了多久才醒来 发现老李就在他面前 乔以为老李看了告白信来找他 其实不是 而是他和艾米已经结婚了 乔知道后 非常的震惊和悲伤 忍着不哭祝福他们 悔恨当初为何拒绝了老李呢 把告白信试了 只有母亲才知道乔的心事 乔想起了贝斯 叫他写小说 反正乔在家很得空 就为贝斯写一本小说吧 所以乔想到把他的一生 从书中表达出来 描述普通家庭中 是个姐妹之间的生活琐事 从而表现出人等之强之息 自尊自爱 团结友善 也从而宣扬了女权意识 乔完成了小说后 提交给了出版社 小说还没出版 就得到了很好的反应 出版社伍德先生的女儿 看到乔的小说 还追着问后续的结果呢 弗里德里希特地来到乔的家 想跟他告白 在一天的相处中 弗里德里希还是没勇气说出来 乔的家人都觉得小伙很不错 但是世界上 每不上的演习 弗里德里希就这样离开了 马其家觉得乔是是爱着他的 所以家人都叫他为爱 再勇敢一次 所以乔赶紧打扮了一番 就赶到了火车站 这里就说到乔回到了出版社 见到了伍德 有两个结局 第一个结局 乔最后没追回 弗里德里希 最后孤独终老 伍德觉得没人喜欢看这样的结局 最好的结局是乔赶到了火车站 见到了弗里德里希 两人有情人忠诚眷属 结局就是后者 伍德决定出版这本小说 本来乔可以抽取5%的版权费 在乔淘嫁还嫁之后 成功提高到6.6% 而小说的版权 乔就保留了 没卖给伍德先生 马其生生时候把房子留给了乔 乔就把房子变成了学校 所以马其教生活也越变越好了 看完这部电影 终于知道为什么小夫人会成为名作 因为这是一部感人生世的故事 故事告诉我们要苦中作乐 再贫穷都不要忘了自己的梦想 你可以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样子 最重要你的选择是无悔的 这就行了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